我知道這個4.3.2 這個決定出來之後 有部分 的反應 就是說 是不是選舉委員會 選40% 我們分局直選選20% 那是不是民主的倒退?其實不是 因為民主最重要是講代表性 代表性越廣泛越好 分局直選 那20個位 它代表的就是地區 但是那40個位 是選舉委員會 選出的 那40個立法會議席 它代表的是全香港各個界別的 對問題的看法和利益 我可以作為 經歷過由選舉委員會 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 分享一些經驗 有一些界別 你認為它在社會上 可能不是 很重要 大家不是每天都聽到的 譬如魚龍界別 譬如說 醫藥界別 譬如說 中醫界別 因為你要參選 你要爭取他們的提名 爭取他們的選票 因此 你去多聽他們的意見 擔任特首那五年 有很多事情要一步步執行 包括在香港推廣 中醫中藥等等 後來我們搞了一個 香港從來沒有的中醫院等等 所以這個廣泛代表性 我們用界別 因為社會是有不同的界別組成 有不同的界別 有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訴求 聽這些界別的意見 我相信的重要性 至少不下於聽 我們分區直選的時候 地區人士的意見 參加各種程度 發展虎 那個問題 有很多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